台中今天台中現在這個蔡其昌 雖然主題是誰 但我們要先聽董事長講 董事長才是專業的好不好 因為韋汗是台中人 台中哪裡 我台中市出生長大一直到上大學之前 台中期現在還定期回家等等 然後這個台中市基本上是比較穩定的 應該這樣講 台中縣來講的話 台中縣應該都還算穩定 國民黨哭了 現在是蔡其昌已經被徵召出來 我早就知道蔡其昌被徵召 所以我們的民調大概過兩天就會出來 因為已經確定蔡其昌了吧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蔡其昌 跟盧秀燕PK的這個民調 但是根據我過去幾次做的情況 蔡其昌應該是差距非常大才對 那蔡其昌現在寫個臉書 是不是我還要介紹一下 好那蔡其昌其實在 今天被選對會就是 蔡總統就是民主黨黨主席 徵召他之前 他也有上我的廣播節目 談這個事情 那時候一聽就知道87%就是他了 因為他也願意去 但是有幾個點 他講清楚就是說 他沒有辭掉立法委員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台中的立委 他又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如果他現在馬上辭的話 立法院少的副院長會自事提納 所以他會一路的代指選到最後 如果說最後幾天 11月26號要投票 11月20號的時候發現自己有可能會贏的話 或許就拼下去把立委辭掉 但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到了投票當天 他都還不會辭掉立委 不會有立法院副院長 這個是一個重要議題嗎 你是說他辭不辭辭 辭立委很重要嗎 因為他一般的立委其實不重要 蔣萬安也是立委 可是他是副院長 他如果辭掉的話 那個副院長還要再重選一次 就會有人想要去當副院長 這個很奇怪的觀點 這個他用副院長或是立委選 選另外一個工作 為什麼要辭職 那代表他的決心 這個是非常非常low的一種想法 文化水平太低了 我覺得這個風氣也不對 我就副院長來選怎樣呢 對不對 我選要怎樣 那如果說今天是郭台銘選總統 他要怎樣 他要把他的 辭掉投資產 辭掉投資產 對不對 根本沒有異議的事情 對不對 我當關鍵比較倒楣 沒有這回事 根本不應該辭職 蔡其章不辭職這個事情 我當然支持他 對不對 可是蔡其章會不會當選 蔡其章當選的機率 我認為不大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對啦 董事長你說當選區不大 等一下吉祥就靠電給你 哎呀董事長 沒有 我現在講 因為誰都知道 台中是監困選區 在理論上來講的話 監困選區要最後再做決定了 所以何欣純出來爭這個事情 我是佩服何欣純的 因為何欣純出來爭 這是好事 因為我今天是新潮流的高層 平常心裡講我會願意讓何欣純出來選 因為反正要輸嘛 既然要輸的話 何欣純打一個經驗 創造一個新時代的民意代表 或者大背 因為蔡其章選了這個 台中市市長以後 會不會加分 不會加分啊 你說他自己嗎 對啊 對蔡其章 來 董事長講完後我來補充 對 你覺得他不會加分對不對 我認為蔡其章選這個 我不是用小人之心 只有一個目的 所以蔡其章出來當候選人 唯一的可以照顧他 新潮流這次出來當議員 出來的議員 因為他可以募到很多款 他很多資源會投入 他會把 因為最後的地方的這個 母雞帶小雞的時候 他就偏心 他不會完全偏心 李正浩抖淚是這樣 李正浩在家裡面抖淚七十塊 正浩在家裡面抖淚七十塊 正浩捧場 正浩捧場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蔡其章會稍微偏向於 照顧他自己的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蔡其章主要目的 是為了照顧新潮流的議員 是主要目的 所以這裡面 就會被民進黨內部 非常的矛盾很深 那這個打法來講的話 當然成績也不會好 因為議員跟現場候選人之間 也不會很好 大概這樣 正浩留言了 正浩說 對他就是我講的那樣 蔡其章如果覺得會上的話 馬上就辭職 但是如果不會上的話 就一定不會 正浩不會搞這個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董事長講的太專業了 所以所有的選情 或什麼大家聽董事長就對了 每個禮拜六禮拜天 以後可能禮拜五 董事長開獎 告訴你台灣的選情 對不對 一路要講到2024 因為包含總統 來我跟大家說幾個事情 第一個 蔡其昌在台中 他是新潮流 現在目前的立法院的副院長 但是何欣純也是新潮流 師兄跟師妹前兩天 有點不太高興 因為何欣純突然宣布說我要參選 蔡其昌說你怎麼做 你給蔡總統困難而已 我打斷一下 現在同散六千人 感謝感謝你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一次是為了 現在這次出來選是為了 後來要選到 我講完了 這一次出來選 是為了要等2026年的 台中市市長那一局 所以蔡其昌 他其實也有考慮 如果選不贏 我當立法院副院長 會不會被人家逼 這題他有考慮過 他得到答案 就董事長講這樣子 蔡總統也答應他 你不用去承擔這件事情 黨內不要出來逼你 因為可能有人 想要當立法院的副院長 但是沒有 沒有這題很簡單 因為他是台中市的立委 選台中市市長 在同一個選區 選民是同一群人 我們這樣講 核心存參加新潮流的背景 跟蔡其昌不一樣 因為台中的老大 就是我們那個叫什麼 立錦翔 立錦翔是台中老大 蔡其昌是立錦翔的小弟 然後蔡其昌當然是中流的台中 新潮流的核心人物 對不對 這第一個 中流立錦翔 立錦翔 然後在這個 以這個立錦翔眼中的蔡其昌跟核心存 來做比較的話 誰比較重要 這個很簡單 核心存當做政治做的 不是今天做已經做幾十年了 他參加新潮流才幾年 核心存是新潮流的邊緣人 他不是核心存 他本來不是核心存 講直白了 講直白了 那核心存 我講坦白的 你不給核心存選市長 那你一定要讓蔡其昌選市長嗎 那蔡其昌已經當了副院長了 那你應該是培養核心存出來 核心存出來 他一次兩次都當選 那你蔡其昌可以下次選院長 你現在好不容易培養出來一個立法院副院長 那下次可不可以當立法院院長 可以的 所以這個安排基本上是不公平的安排 沒有一個超前部署或長期安排 等一下董照我取首 所以你覺得應該讓核心存選 當然是要給核心存選 因為本來這是個必敗的局 你選不贏 你既然選不贏 你就讓核心存來歷念 就好像說我上一次就認為說 應該是吳秉睿來選新北市一樣 蘇貞昌選這個要幹什麼 你本來就是輸的 本來就是會輸的 你讓這個吳秉睿去選 這一次吳秉睿的打法就會強了 就把吳秉睿搞大尾一點 核心存要培養成大尾 那我問你很簡單 那核心存當然會當立法院副院長嗎 不會 這不可以核心存怎麼辦 這沒有 他政治度怎麼走 董事長講這個 我嚴階董事長講的 所以這局就是吉祥的局 他就是選 台中市市長 然後沒有選贏就去當立法院副院長 然後下一次2006還是他選 那我就問你嘛 那你是核心存 你怎麼辦 所以核心存才會突然開個記者會說 一點都不突然 我們每次民調都有做核心存 核心存跟蔡其昌之間 其實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對對對 對不對 但是立錦翔顯然更疼蔡其昌嘛 所以嘛 所以新潮流內部也有矛盾嘛 非常簡單嘛 因為蔡其昌在當副院長當中 他對新潮流的貢獻比 遠比核心存大嘛 因為國營事業啦 然後喬媒體啦 他跟某一個媒體大聲關係非常好 我都知道嘛 那本身財政委員會出身了嘛 那他旁邊的人也對這些經營支援非常用心嘛 中流這一次是力挺蔡英文當總統的人嘛 所以總統要賣給立錦翔的面子 當然給立錦翔的面子 所以立錦翔既然是要騎倉 那就是騎倉 所以他們沒有遠程的安排 所以這個路就是一開始就卡死了嘛 就講難聽一點 你今天你就是倒霉 你何勤存就是乖乖的在這邊當立法委員 別給你們爬爭笑 就這樣而已嘛 那何勤存會願意嗎 何勤存不可能吧 他沒路可以走嘛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何勤存剛剛董事長講 以現在這個狀況來講 何勤存跟蔡吉祥去跟盧秀燕選 其實那個結果不會差太遠 一樣 結果相同 甚至有人覺得何勤存更好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何勤存有爆發力嘛 因為何勤存是這一次2020年全國第一高票 他立委的票是最高的 第二個 因為台中現在是三娘 當然不是只有台中欄 還有南投的許舒華 台中的盧秀燕跟那個彰化的這個 就是王美慧 所以呢 他的這個三個女的限制走檔 那我也派一個女的 我們都是 所以何勤存到後來他會跳出來 是因為這個原因 可是現在目前是這個狀況就是 確定就是何勤存 他等於在這個領先群的T隊 他沒有上車 蔡總榮還是選擇蔡喜昌 那再加我很快講一下 我們要進網友QA 他要怎麼打 他上網節目其實已經講 你知道他要打什麼嗎 他打空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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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就是 就是我插我大腿給你看看你怕我怕 他會去質疑盧秀燕 你2018年有沒有講 讓台灣台中的空氣變好 現在台中空氣有沒有變好 沒有 沒有你就跳票 那我會講說沒有 是因為 那是因為民進黨的那個 經濟政策 那個怎麼講 就是他的能源政策不好 所以才要中火發電 中電北送嗎 不管 反正你沒有做到 然後另外第二個打反中 第三個打反美 因為盧秀燕是第一個 在AIT的官員面前講說 我們台中不要萊豬的 所以AIT還不太高興 然後另外就打特權 他要去打說什麼盧秀燕在任內當中 有多少的接人 就延續上市嚴管那個 你土地變更啊 你捷運站蓋這裡也好 這四個 反中反美 然後打空污跟打特權 我覺得盧秀燕確實要小心一點 不是說這個 不是蔡其昌他多厲害 或蔡其昌他談了多少 議題是正確的 他現在告訴你這幾個東西 都不是他要打的東西 蔡其昌或新潮流 最厲害是1450 打下去了就是抹黑 盧秀燕你老伯做什麼 你阿公做什麼 你的家裡面主中八代 全部拿出來抹黑 你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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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把盧秀燕抄家滅族式的抹黑 這剛剛講的是台面話 台面下完全破份作業 新潮流 新潮流以前你知道嗎 新潮流以前在台中 搞張文英怎麼搞你知道嗎 他們在那個牆壁上貼大字報 張文英貪污 新潮流的人啊 我不要講那是我兄弟幹的事情 那兄弟現在不在台北 不在台中 張文英就這樣倒了 這就是民進黨的市長 對民進黨的新潮流 公開到處一百多個看板 寫他貪污 那要怎麼選 這什麼事 所以我跟你講 絕對不會放過盧秀燕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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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有人講說因為林秀書還沒出來 不然不要幫幫金潮流打 好那你結論 那這樣子經過了這一輪這樣下來後 盧秀燕會倒嗎 盧秀燕還是會贏啊 但是贏的話 我覺得盧秀燕要小心作業 小心一點 盧秀燕如果還是跟現在這種做法的話 要很小心 因為台中情況不好嘛 你看連續輸嘛 連續幾敗下來了嘛 然後又碰到中央那麼軟的一個 那個朱立倫這個怎麼搞 台中不可以小虛 因為新潮流非常會打仗